这两天我就说我们在做的就是一个拼图的工作 你知道就很像看小说对不对 像看韩剧一样 超级惊悚 有受害的甜美的全身是写的女主角 然后有一个看起来斯文满腹诗书 但是恐怖情人会打人 会危及人家生命的一个恐怖男人 另外旁边还有一大堆的利益 还有一大堆的政客等等 像不像是一个真的 最佳编剧才能够编出来的一个剧情 完全就像韩剧 而且节奏之快 每天目不暇即 到今天为止 不断的有新消息丢出来 但是我先问大家 我觉得今天这个实在是太有趣 我们先来深论题好不好 请问大家今天快要结束了 今年最大的谎言是什么 你觉得网友票选 第一名的谎言就是我跟林秉书不熟 第二名 3加11我负责 第三名买不到疫苗 这是今年2021年的 三大谎言 我们也来写一下吧 你觉得2021年的最大谎言是什么 来留言给辣碗报 我稍后回收一下 除了这三大谎言之外 你还记得 其实今年的谎言太多太多了 我们来大家留言一下 来唤起一下大家的记忆 另外我们还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最新发展 这个部分我们给大家看过 高嘉瑜的自白书 当然讲自白书这个用词不太精准 因为他是在逼的情况之下写出来 应该叫做逼贡书了 我是高嘉瑜 我长期用纳税人的钱雇佣马为运 但他们有来上班都在做自己的事 这就是叫做窃取公堂 我非常后悔等等 这个林秉书真的是蛮懂政治 他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掐住了政治人物的咽喉 就是非法没什么好解释 这个也没有什么灰色地带 你这样做说实话 高嘉瑜下次就不用选了 他的声明 他的形象就一败涂地了 但当然这是在一个逼贡的情况之下写出来的 然后这个很变态 他打高嘉瑜打到奄奄一袭之后 还拍影片 19秒 高嘉瑜就这样躺在床上 气弱油丝的 有没有 身上那个血迹都看得到 这是干嘛 这变态吧 你是打人之后拍来自我娱乐吗 这个东西你将来怎么可能拿出来威胁大家 你敢公布吗 我就不相信这段影片 可以有任何威胁高嘉瑜的意图 因为看起来你就是个加害人 所以只能够说他这段影片是用来自己娱乐 是这样吗 高嘉瑜奄奄一袭躺在床上 身上有明显的血痕 脸上为明显的肿胀 还敷着冰敷袋 神志不清 林秉书逼他谈话 他只能嗯嗯嗯 画面超级惊悚 这就是一个电影的惊悚片 就是这样 另外高嘉瑜 昨天讲了 这新闻到底要报多久 好烦 可不可以到这个礼拜 就不要再报了 真的很无聊 旁边记者也在说 我们也觉得很无聊 我们也觉得很烦 大家都觉得很烦 喊无聊 但是有心人却不断的爆料 而且这个爆料呢 正方反方都有 帮林秉书带风向的有 在黑林秉书的也有 那当然这个帮林秉书带风向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林秉书们嘛 像是李伯璋啊 之前等等 有没有对价关系 拜托警方可不可以查一下 另外呢 在黑林秉书像马文玉方 马文玉那边呢 爆料了很多资讯 看起来马文玉跟高嘉瑜 分手那么久 他也说呢 是这次接触 才知道他们两个在一起 那他又怎么会有这么多 好像看起来只有高嘉瑜 才有的一些讯息呢 所以哦 虽然说 希望新闻不要报太久 可不可以到这个礼拜 但是董哥你先来谈 这么多人都在喂讯息呀 每天喂一点 每天喂一点 而且每次喂的 都很有新闻价值 都非常的惊悚哦 双方就在做一个 典型的网军角力嘛 是不是 这其实就是一个职业的操作 非常专业 对啊 而且最厉害就是林秉书 已经关在牢里面了 还可以操控外面的 外面的网军还在为他效力 然后讲出非常多 这东西也不是假的 譬如说事情发生 周刊报的第一天 那时候讲说 有私密照的时候 还夹带了一个意见 就是怎么样 说高嘉瑜也有盗用助理会 那汉庭在这里他知道 议员盗用助理会 或立委当用助理会 是很严重 要抓去坐牢的 对啊 对不对 那可是 怎么会有这个消息呢 原来就在这个 自白书里面了 这自白书一定是林秉书 那时候就已经放出去了 所以有人在外面帮他操作 我们等于说今天 大家才看到的 自白书 这三十几个字 然后原来高嘉瑜 自己坦诚了 自白了 对不对 那其实 你有时候看这些人在运作 会发现说 哇 大家都是高来高去 可是都是暗中在网路里面 那看到了 就是说 包括高嘉瑜自己 他不晓得现在的 现在的情形已经不是在讲他被打了 现在在讲是说这个网金 网金是民进党能够 能够圣险最重要的武器 民进党靠了网金网红车翼 东长 然后再加上媒体 他这些东西 夹杂在一块 网金的力量是最大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抖在键盘下面 他不用 他不用表露自己的身份 然后整个风向一带起来 然后整个 社会的气氛就跟着他走 然后走了以后 媒体在大量报道 他就变成影响 整个选举的一个气氛 所以网金的厉害在这里 每个人嘴巴都讲很痛恨 可是民进党每个人都需要他 然后都借着他来操作 所以我们看到了 现在讨论网金很多人说 我们应该立法应该怎么样 我跟各位保证 这些人这些讲 这些话的这些东西 没几天就消失无形 然后网金依然 依然猖劫 最明显的例子 杨慧如的案子 那时候大家讲 哎呀这个民进党网金 这卸戏以后怎么样 然后大家想要立法来耶稣 要怎么样 结果不了了之 那现在发现 原来有更大的网金 而且都是民进党 每个派系都有好几个网金 所以大家看 他们这样的操作 很可怕 那 那下来的话 那下来的话 不是想高架 也想说要结束就结束 因为会互相报 报出来以后 里面真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绝不是冰山的一角 当然不是冰山的一角 所以其实现在东西 说实话 因为他们很爱讲 那讲来讲去 就会讲到一些 大家觉得不太单纯的地方 这个部分如果说 政府官员要查 有这个公权力在手上 很好查 金流很好查 截图都给你了 对不对 豆腐头都已经有了 里面档案都有了 不会查吗 苏文桑讲 会严查严办 网军争议 会吗 开什么玩笑 他会查 动摇国本吧 会办到哪 过去有没有 蔡清祥 法务部长蔡清祥也说 一切可疑的事项 都会依法侦查 本来就有案件了 所以要不要另外立案呢 由检察官做决定 推给检察官 检察官会说 报告部长 我懂了 是不是这个概念 过去要不要查高端 涉嫌内线交易 你记不记得 法务部也是言之凿凿 也是告诉大家 有没有 言查高端 怎样呢 然后呢 曹澳清祥 我问你有什么讯息吗 没有啊 就赌大家 记性不好 就赌会有另外一个大新闻 没有 淹过了高端的新闻 所以当时也说高端要查 查到现在有什么 蔡清祥说 检察官会依法行事 不管任何身份地位 最主要的还要看证据 在哪里 这种东西 就是官方的制式教科书 我们闭着眼睛 也可以讲两个小时 对不对 这讲等于没有讲 所以我也问一下大家 好不好 苏仁昌表态 言查网军 你觉得呢 他会做到吗 请加一 还是他会胡扯 请简一 你相信苏仁昌 真的会查吗 柯文哲动没调了 但说实话 柯文哲过去也是 网军也帮他很多 一人一信 寄到行政院查网军 你知道吗 行政院发言人 罗秉承立刻替火了 他今天说 行政院现在收到的信 很少 不多 你知道那个姿态之高 你知道吗 你说一人意思什么 意思你 柯文哲没好 你讲的根本没有人要听 对不对 罗秉承立刻呛回去 小编制国不以为然 是谁让网军呼风唤雨 党同发议的 蔡总统说 高喊转型正义 迈向和解 他在同胞里面 制造敌人 当然柯文哲曾经是受益者 但他现在也是受害者 那苏贞昌说要查 怎么查 苏贞昌没票 柯文哲教你 只要查林秉书 账户里面的经德 就都知道吗 我们都知道怎么查 但我也非常清楚 他们不会查 他们查不下去 不敢查 自己人 你要他怎么查 不会查 从杨慧如的案子 到现在为止 但不管如何 监督的力量 就是发挥在这里 我们还是要把整个事情 给爬出清楚 这也是高嘉瑜前男友 在讲说 小心 这个录音笔的资料 如果爆出来的话 那就不是这个渣男 叫段一康老大 而是段一康要叫他老大 所以内容到底多可怕 我们先想 林秉书 他手上有2300多万 那么请问 那他的上限 或他的老大 可以拿到多少钱 他只是一个下限吧 他分包下去啊 那他上面不会有人吗 他上面人会不会有钱 要继续多赚一手才给他 对吧 那么这么多的钱 你看关键的时间点 他可能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 收到这个2000多万 第一个 会不会跟选举有关 马上就是2020年的大选了 会不会跟选举有关 第二个 庞大的金额 你看比如说可能是大型的工程 建设 绑标 维标 各种的 那么新潮流在过去以来 工程建设上面 有没有关缩施压的事情 比比皆是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这个钱从哪里来 很明显的就是能够知道 新潮流他底下很多 暗黑肮脏 龌龊下座的这些事情 所以透过 因为一开始很多网友还觉得说 哎呀我们不要关心这个啊 他可能是转移焦点 但是正好相反 是唯有透过林秉书 第一个他握了录音笔 第二个他的这些 所谓的截图对话跟照片 或者他手上握有的情报 同时我说这些情报 可能高嘉瑜也已经 复制过来了一部分 所以现在爆料出来的一些东西 就是透过小马所报的 那小马说只是千分之一 表示什么 表示就其中很多东西 可能高嘉瑜手上已经废份到 所以高嘉瑜才会讲说 就先报到这里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其他的 也怀疑跟猜测 林秉书的东西 是不是有一部分 跑到高嘉瑜手上了 所以双方达成的默契 这件事情差不多就可以了啦 好 所以林秉书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击溃塔律班 击溃新潮流的重要破口 真的吗 你这样觉得吗 因为里面的东西 搞不好一查 要四个字叫做动摇党本啦 所以一定要查下来 就是杀了血流成河 好 用我们的国家资源呢 把网军养大壮大之后呢 然后他们用这个钱呢 来作恶多端 来这个刑害更多人 我们看到其实主要的 还是为了利益嘛 难道这些网军的集结 是为了这个理想吗 董哥你怎么看 这个领品书身份很多 有年轻学者 有富二代 有股市专家 他又是个博士候选人 所以我们看到权贵名人呢 他可以接近这些人 利用虚假的人脉穿梭在这里面 如鱼得水啊 可以瞧什么呢 什么都能瞧 过去没有疫苗的时候 他可以瞧到疫苗 还有呢帮名人说 哎呀这个转学很麻烦 他就可以帮忙 瞧到明星学校 开价三十万啊 还好那个名人很聪明 他说都还没有瞧到 就开口 会不会太赶了 对不对 太瞎了 不见人脉 当然啦 他出手很大方 四叉猫有说 每次吃他吃好几千块 出手很大方 送人家送什么 A5河牛 燕窝 日本左鹤的草莓 澀香葡萄 试货的 但问人家钱哪来 不是长期无业吗 没有固定工作吗 这个爸妈挨打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钱也没有给他 对不对 所以钱到也从哪来 然后他诈骗很多名人权贵 都用私讯跟对方联络 或是到名人的演讲新书 发表会去等等 松懈对方的新房 他都有做功课 比方说跟范芸吃饭 他就会先去看范芸的论文 然后从论文文里面找题目 哎哟你知道吗 这个蔡英文也是 他写的论文 不过当然不是 蔡英文 找不到 蔡英文的例子很特别了 这是例外 像范芸这种 好不容易写了个论文 平常根本大家谁去鸟他 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 有研究过你的论文 就觉得很贴心 觉得适货的 对不对 你真是知己的一个概念 所以真的是很聪明 但现在我相信 很多名人在挫 因为他对话的截图 都有备份 注意了 他有好几个档案 包括政商人脉档案 政商人脉对话档案 什么意思 我跟大家的对话 重要的都把它截图 截图下来我做成档案 你不觉得毛毛的吗 还有人脉资料等等 全部他都有备份 十多个不同的档案夹 每个档案截图从数十张 到数百张不等 初步估计超过 一万两千多张照片 我的妈 还包括跟很多名女性 拍下来的亲密影片 讲到这里 我突然觉得很想看 强烈勾起我的好奇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